跟着基隆市的政策发想 这一组娱乐园 以全方位的思维 串联基隆十一住行娱乐 市长他推出了寿司城市 然后我们以这个为出发点 市长宣传的是寿司 然后我们想要宣传的是食鱼文化 以食鱼文化出发 这一款360度环绕基隆的设计 让人印象深刻 就扫描上去然后这样看 就是基隆围在身边的样子 就算你不在基隆了 但是你使用这把伞的话 就是还有一种基隆就在你身边的意象 留着回忆还有系列的周边商品 回想起这里的点点滴滴 可以制作经典的印章 这个是一些寿司的图案 然后可以印成背景 好像变成这样 商品都是跟基隆有关 并且都很特别 其余口味的蛋卷 还有海藻口味跟樱花虾口味的 学生设计四大主角 带大家从不同的领域探索基隆 打造一个具有独特插画风格的 余都城市 另外这一组怪盗德拉 带大家深入在台湾高雄的原住民族 卡纳卡纳富族 创造我们自己的原创剧情 然后结合他们的一些文化 然后比如他们的一些祭典 什么之类的 然后叫他们融合在一起 然后就变成漫画了 真的很厉害 一百多页的漫画将推出电子版 要带领读者深入了解台湾的 多元文化 而这一组i-star 则以共享机车为主轴 i-star它其实是配合 基隆士的一个 gogoro的一个政策 那他们有是希望可以利用 公益的部分 透过手机APP的一个界面设计 那消费者可以透过手机去扫描 然后去租借这个gogoro 那他可以透过公益去换取 他使用gogoro的一个实数 所以其实学生他们是有在 关注政策这个面向 关注政策 用设计力来打造家乡 还有学生关切器官捐赠的议题 期待透过设计 提高资讯不达率与正确性 同时也能突破器官捐赠 数量不足的困境 学生们还设计了系列纪念品 让生命可以无限下去 是不是我们可以留下影像 第二个就是它这个种子卡 它其实是有种子跟那个纸张 象牵在一起 跟这个图结合 然后浇水 它就会形成在发芽 细腻又耐人寻味的设计 唤醒一般人对生命的思维 结合多个领域 二型高中广赤科 第35届毕业成果展 珠摸不定 让人感受这多变的时代 这一届的孩子其实都非常的有创意 那这次主题聚焦在 有一些基隆的在地文化 或者是有一些新住民原住民 那还有一些器官捐赠 甚至是基隆的政策 就是有一些公益的活动上面 那主题其实蛮丰富也很精彩 很让人家捉摸不定 真的很捉摸不定 设计展中还有学生以桌游的风式 设计破案游戏 颠覆市长的想象 到底谁是凶手 所以他们蛮有趣的地方是 他们是一个材料包 日报啊 然后有些线索啊 他就跟你说 谁到底杀了什么 谁杀了谁 那他会有很多的一些 线索跟一些机关 你要一个一个去做破解 像他左边墙面有很多的红色的丝线 里面可能会有一些 曲折离奇的故事啊什么的 那每一个角色彼此之间又会有关联 所以他会透过一些机密的文件 还有就是他们现场遗留的一些证物 然后请观众就是去推理说 诶到底谁是凶手 每一组设计都让人看得津津有味 校方鼓励学生坚持创作 为社会注入一股艺术美感 与城市美学 二性广色科的作品 每年都有一定的水准 那他们也会导入一些新兴的科技 比如说这几年我们可能在扩增实境 甚至于未来在虚拟实境 或者是深层式AI的导入 可能都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当然我们也会把校内优良的作品 进一步的优化以后 然后呢再引导他们参加国际赛 那我背后就是去年得奖的作品 然后进军国际赛在德国红点也拿到了红点奖 二期高中广色科学子的优秀作品 《前进国际》让世界看见 这些党捉摸不定毕业成果展 三月将在市府一郎展出 欢迎大家一起来欣赏 结合科技与多元的创意盛宴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